有泽力加飞机的话 上路其实可以考虑拿一个偏肉 或者工具人的一个角色 是的 就跟盲森可以做协同的英雄 毕竟还是有一个counterweight存在 而RNG这一局 两边的阵容其实都没有那么的快 但RNG这里毕竟太坦选下来 他如果滚起了金克斯的装备的话 他可以在中期开始压迫飞机 以及泽力的一个发育 上路最后是选择了纳尔 主要还是一个蛮亮点 确实这个版本 纳尔先选的话 对线没有什么英雄特别害怕 而且打团有不错的一个作用 提速了 NOC 对吧 直接提速 而且确实到6以后 RNG这个中野双大招 进对方的野区 可能OMG有点难以抵挡 三级应该还是猪妹的一个选择 跟上一把我们BO3的决胜局一样 紫卡这后选出猪妹打纳尔 但这个对阵就看一下 三级的猪妹其实在使用率上面来说 是明显高于紫卡在夏季赛 那看这个对阵会不会翻转我们的一个想法 对吧 因为感觉这个赛季的上路里面 有很多那种选出来 其实你真不一定说哪一边就好打 比如说船长纳尔 对吧 这个之前也跟老毛起交过 对吧 就是这个感觉还是要看手法 对 可能之前我们都会觉得船长对线的时候 会稍微好打纳尔 但是就这个版本上单如果你不想死的话 你就慢慢地稳着吃线打到打团 我觉得纳尔的作用其实那个成型的点要比船长更早一些 有些时候就说对我是觉得这个版本确实在耐久度更替过后 对线的重要比例来说相比于春季赛或者是说过去两个赛季 它是明显的下降 对吧 所以你在考虑团战的组合的面向就会变多 比如说那为什么会有就是各种变种的为了团战出来的选择 或者是上一局我们BO5 BO3里面看到的就是逆康特选出青钢影去搭配一个家里奥 打自己想要的强先手的团战的阵容 就是因为前面的对线其实是相对的容易度过 以前很多时候我选了一个团战看似很美好的阵容 然后14分钟一到看一下我的渡成 对吧 已经掉了 总共可能已经被对面推了10成以上 经济先输1600对吧 然后再掉一个先锋 一斜塔再给对面吃150 掉两条小龙 感觉游戏就也没有什么团战的说法 是 而且这个版本确实前期的节奏会稍微偏慢一点 特别注重的是中期的打团的细节 所以各个战队可能在阵容搭配的时候 都会喜欢去拿一些中期会比较强势的一些阵容 就特别是猴子这个点嘛 就一提再提 可能别的赛区包括说这个版本被削弱以后 别的战队别的赛区没有那么喜欢用的情况下 LPL依然非常的喜欢 是 但其实LCK是一个超高BP率 它是98 就是第一档 就是第一名的BP率 但是猴子的胜率有趣的是在LCK不过50 对 他们的佛耶哥反而是过50的 反正目前来说 东方的两大赛区还是以这两个英雄作为 点11的版本 目前的零跑的打野的英雄 因为这两个英雄就是也需做单的力强 前期打团不需 对吧 打团也有作用 好 进入到了RNG打ONG的BO3 来看这场比赛 RNG最近也是被V5 啃下了一分以后 二连胜是被中断 看看是ONG有机会在BO3里面去前进一个三连胜 还是RNG会捍卫自己春季赛冠军的一个荣耀 ABO对线是直接出了萃取出来 一般泽力打金克斯对线双方都会出萃取 因为对线应该打不出什么声音来都是在发育 毕竟辅助位这边已经选下了布隆 小虎点了一个曝罗首位 带了点火 主宰系的第三层是选择了终极猎手 就是像狐狸也都是中路吃大招的英雄 大概率都会点这个终极猎手 我觉得贪欲猎手确实烧得好 抱歉打断就是这个贪欲猎手太强了 对吧 这个东西削了以后 你看到这二连勇士开始战灵光猎手 对吧 灵性猎手 就是大家的选择就开始让这一层是丰富起来了 而且很通用 就之前可能大家不知道负息带什么的时候 都会直接选择双膝 挖掘机对吧 负息点什么 点红的 耳朵能响 中路这一波Q技能 现在狐狸对线也是一级大概率不学W 这把小奶油是带了TP没有带进化 因为可能到6的时候感觉梦眼加狐狸这个联动 小奶油会比较难受 毕竟自己是一个不太擅长游走的英雄 但可能还是塔下发育嘛 那就是看能不能抓好时间跟Aki来做沟通 请盲身过来做反蹲 抢二级 ONG也是很果断的浪线 这把ONG阵容面上面是比较发育的 而安静这边的话上中也可能就是比较偏前中期的节奏吧 这个小五星风的团队不很强 都勾上去了还是一级 挂了锅点燃 稍微消耗一下血线 上路 两边 诶 初美抢到了一个线权 也有一方面原因是因为小微是选择从上往下刷的 所以呼吸哥这个线他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就放过来的线慢慢在这发育自己也不危险 这之后Aki刷上去以后应该只能拿一个核道线 纳尔的血线比较健康的话也很难越塔 这波虽然进塔的兵线量是足够 在磨藤6之前越塔的能力还是很一般 进来也去看了一下空空如矣 那就吃一个屑 对 然后盲僧再回去自己家打石头人 这样的话刷野节奏稍微比小微慢一点点 在Abo这个位置发现了小微的动向插了颗眼 拖延了一下时间 有没有可能直接选择不回了想要越下路绕了一圈来了 想要越小明先扛吗 先开了个蹲走在前面好像不太好越 选择放弃了 是 哲力一直在闹 然后因为小五先挂了小明被动 就小明是想要先直接进一个闪现A的一个距离 因为对面毕竟有双招 他出Q的话大概就是会被布隆给挡下来 然后Abo是不会吃到这个Q的 而且刚刚小奶油也是要回家了嘛 而且身上有个TP的 可能RNG也是担心如果要越塔的话 小奶油可以直接踢到下路塔上 是 就给一点压力 让Abo这里的前起补刀 还是有受到一定的一个压制 毕竟两边的打也是错开的走的 这一局看看Abo的车里能不能再度的发育起来 这把时间线很明显RNG是进攻压力的那一方 但RNG可以考虑第一条峡谷先锋的时候 去跟OMG逼波团 因为刚才提到他们的上中也在那一波的时候 是比较强势的 而且可能第一条的小龙这个点上 可以去错开一些 就不要刷在五六分钟刷掉 因为这个时间点的话会是飞机炸药包比较好存 跟你打二轮船的时间 对 有一些队伍可能看到飞机 那我拖到一个什么七八分钟在打 那你十分钟刷了草药包 你就会开始犹豫 就是我这草药包到底等不等 我要等的话得放在家里放个两三分钟 而且感觉OMG其实从上一场比赛开始 就有点改变他们的风格了 从之前的数据来看 他们的血腥程度是联盟第四 还是在前期打得非常凶的 但是上一场的打法就开始慢慢的放慢下来了 然后从这场选择的英雄 包括出装来看的话 应该节奏也会相对来说慢一些 是他们其实在联赛初期有打过这种慢节奏的阵容 但是感觉效果没有那么的好 小薇开始偷小龙 但是龙坑里是有颗眼的 自己的血量不太健康 这一波OMG想要去抢吗 有爆炸果实弹弹下来 龙的血线八百多 怎么说龙是谁的 龙被红色方抢掉了 是不是把小薇也收掉 阿几是连人带龙一起拿 在小薇这边赶到以后 闪现勾勾到的是个小虎 小虎有防盗门直接举起 小虎在这边直接 小虎在这边直接给小虎 灌了一波伤害以后 最后人头是小虎收入囊中 小虎小虎傻傻分不清楚 对吧 确实让我稍微卡顿了一下 那么两边最后是一换一 但OMG也完全能接受啊 一血 而且又是带走了一条小龙 主要还是这种 资深偷龙的话 就是被逮捕的话 往往后果很严重 感觉OMG还是相对来说转一点 因为他们下路这个时间点的 打架能力没有那么强 但这颗眼放得很精髓 是发现了小薇五级在偷小龙 而且就是红色方有个暴力的球果嘛 阿几是直接摸眼走了 小虎这里默默地承担了所有 主要中下两路线都有点前推 也是可能因为这样 就没有去照顾到威 一个人去资深打龙 感觉小薇刷到六级 再去打小龙的话 可能比较有保障 但是觉得还是想早点把龙拿下来 所以五级就去了 是的 但是刚刚那个位置 他六级他只要被Q挂到 都没什么好说的 对吧 也确实 他可能就是龙坑外面 看到黑影的时候 他赶紧关个灯 因为OMG的视角来看 他其实也没有办法 他真的把握住对面 中下两条线的资源速率 对还是那颗眼吧 做得比较好洞察到了 是 对对 OMG来说是很赚很赚的一条龙 因为他们是想要发意的这一方 对 至少这把你是不可能 直接四条小龙 直接拉满龙魂的 小明很早就到中路去蹭经验了 看一下一会儿经验的情况怎么样 是 想先撑一个六级 泰坦上六的话 打先锋团 太强了 因为那个时期没有太多的英雄 可以吃泰坦的一套Q挂 然后不适合 而且RNC的中野也到达六级了 这一波RNC会比较强一点 为了拿先锋 GALA也在往上半区靠 看一下ABLE的位置是没有选择走的 那这样先锋 RNC大概就要放掉了 因为这边过去看的人 可能都要直接被V的一个大招 直接打一个先手 小虎这里有闪有大 很容易去跟输出 ABLE这里也不来 但因为下路线刚刚是先被对面推 这个回推线是吃不到对等的两层的 对 而且GALA下路这波线也没有亏 假装去看一下再回来 只亏了一个兵 下路吃了一层 而且这一层并不是从头开始点嘛 其实点防御塔也就点了 大概最多三个Q 下路如果再压线的话 泰坦跟摩腾是有可能下来抓的 现在温泰区下路要继续吃渡成 其实很危险 对MG来说 他们其实只要慢慢的发育 拖到中气就好 但是这边不给R&D不给发育的一个机会 直接想要飞两个闪现过来 直接把小奶油人头拿下 是小薇最后一个铁刺鞭挥了一下 这波9奥 Cream没有想到这波感觉有点单纯 因为这种画面可能在前几年的比赛里面我们很常看到 就是标准抓你一个胶篮的时间对吧 然后只顿那个拿蓝buff的中单 所以很多的中路他拿蓝buff之前他中路线要先推 不推的话他可能就要绕很远的这个三郎口绕一圈过来吃这个先锋 吃这个蓝buff 但因为自己被抓掉 中路又被先锋撞了一头 这飞机的外塔血量是不太健康 这都可能不需要二先锋来帮助推掉这个防御塔 而且现在小奶油在中路其实挺危险的 等下一波NOC跟狐狸大招好了以后他是没有闪现的 所以可能后续的时间他得让打野或者说辅助稍微靠一下 只要这一局阿奇真的能做事的话 他主动能做事大概只有上帝选 他中下都是得反蹲的 其实阿奇这把挺难受的 选盲峰前期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控制点能配合他 而且上路的话因为他第一波往上面刷 那一波那儿控线控的很不错 他也没有任何机会 所以导致前期的话除了前面拿小龙的时候 拿到了一个人头也没有太多的节奏了 是 这个其实是 ONG本代季第一把的阿奇的盲身 对吧 其实阿奇是用了比较多冷门的刺客 杰跟南刀他都是在夏季赛有选用过 同时都是搭配了中路Cream的一些刺客英雄 其实我看到RANK他野河玩的挺多的 他一直在玩南枪那种 南枪千决什么的 在比赛里面还是不适合啊 这把确实盲身飞机选出来 这把盲身的错用只是为了守护自己的野区 就野区不会烂掉 然后更多的还是要反蹲对面摩腾的一个进攻 刚刚那一波RNG的中野的闪现交得太果断 就是隔墙阿奇这个蓝Buff处根本没有办法支援 带着炸药包 OMG已经拿下了 还想开到这个位置不太好先手吧 毕竟辅助是个布隆 是一个水龙魂的地图 这局水龙魂可能对于RNG来说也能接受 毕竟我前面是打进攻拿经济的那一方 如果水龙魂后续我四条空到 即使跟你拖到一个三十几分钟 但飞机的威慑力也是大打折扣 对 对 对MG来说的话 其实前面两条小龙拿的都兵不血刃 就是也没有付出什么代价就拿下来了 主要还是 威认为那个拖龙的时机是好的 那一波是被抓到了 关键的眼给看到 小虎这里 飞机打狐狸还是很难还手的 正面已经吃掉了四层 两层是先锋撞的 而下路这里嘎拉也是疯狂在吃 这下路的对线感觉掉三层平掉的是有点多了 主要可能因为中野的压力啊 这手摩腾选的是到位的 而且泽力确实对线没有那么强 金克斯可以切炮形态超远射程去消耗 也能一直推线 因为你选择布龙 所以即使是一个盲身 下半步点你防御塔都没有那么大的危险 三鸡打一套 但这个碎兵没办 碎出来 阿几来了 能主动抓的只有这条线 但就要看大招能不能给到 而且三鸡这把带的是急跑嘛 也没有选择带那种对线很强的点燃 所以他这把估计就是一直发育 也没有什么想要单杀的这个心思 是 他打野过来的话 他最好的就是一技能起手杰克 就是能打两下碎兵的那种 把伤害先补够 阿几过去 只要QRQ打出来的话 是有机会急杀的 是 但现在也有那种 阿几我主动抓 但摩腾这个反蹲 这个英雄的反蹲比盲森更简单 RNG中路集结想要推一波中塔 先帮小虎把线送进去 知道摩腾的位置 想来动了 开起跑上去 W想先跌 但是只跌到一层 他将话没有快速办法打到一 芒腾这已经交QRQ了 远方摩腾开大单距离还不够 再加上一个大招 最后三击是配合了 阿几击杀掉了BRIVE 感觉呼吸哥第一时间的选择 并没有想要将技能走 他是往上侧那个地方在拉扯 可能是沟通了一下 想要让小薇过来支援 是 看摩腾能不能到那个飞行的距离 过来反打 因为这个上野对碰的话 只要纳尔能撑过第一波 当摩腾到的时候 局势就会扭转过来 对 那可惜时间上还是稍微慢了一点 是 但下路感觉 因为打野在上半路得手以后 嘎拉跟明这里 肆无忌惮地再次防御塔的渡成 大招还要打断回家 Apple想要用一技能躲没躲掉 这个血量是必定要回的 那金克思有可能就不回 再推一波线 上路差一点点可以把 3G的回阵给断掉 RNG这把鞋下路是 自己纯对线打出了不错的优势的 沃腾吃的比较多 而且现在RNG中也很强 就一直去入侵ONG的野区 ONG也很难去防守 对线队很好这一局 下路是直接一血塔了 当然打野中野面上面来说 ONG这里绝对是劣势方 就这会影响到下路的一些舔推线 但Apple敢不敢去吃 敢不敢去点防御塔 一塔率44 对于RNG来说 这没有过50% 这一局是顺利的掌握到了一血塔了 RNG的一塔率还是比较低的 但这把的节奏是比较快 拿到了不错的前置经济 可能我不是特别喜欢 右边这手飞机的Pick版 因为你中下发育 太偏发育了 RNG直接交了一个TP过来 想要去争夺这个侠虎先锋 小明直接扛在前面 这边狐狸轻轻了一下布隆 布隆扛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再勾勾上去 大招给到了后方的一个飞机 这边飞机怎么说 布隆直接被秒掉了 或许RK进场 踢着效果一般 狐狸这边直接倒掉了 或许删奇哥血液也不太健康 这一波呼吸哥怎么说一直在点 GALA的输出位置也很不错 但是Apple这个位置 好像也很不错 GALA直接交斩拉开了距离 或许双方都弹血拉开了 是的 回头补了一个超 救急死人飞弹打到Cream 但是血量没有直接斩杀掉 Apple这里的一个极限暴散 已经是结束了以后 那二线风RNG还是透过血量锁住 就打完以后 只有狐狸小虎的闪现还在 另外所有人的闪现都交了 都是打到最后一丝血以后去拉开 没有给Apple最后追起来 对 因为Apple这波是有盾弓 所以是想继续往前去追击的 我们看一下正面 小明第一天的判断没有问题 这个位置如果被布隆大刀击飞住的话 他可能要直接给 所以闪现以后回头Cue 然后同样的小虎也是交闪现往后拉开 但是威进场是打了一发体进 减速以后拉开 那正面三鸡这个位置是把握住 把小虎给留住 其实小虎是有大招有闪 但是被珠妹大刀以后控制链跟上 是 但因为三鸡的倒下 让嘎拉这里刷新的一个最后快感以后 同样的可以利用个高额的移速 来调整自己的位置 两边打完先锋 又要来打小龙 这边一勾 直接勾 勾到的是Arky 但是自己要被珠妹给留下来 小明这波被晕顺住以后 但龙已经处理掉了 欧文君这时候还在调整正极的Arky 过去 配上一个珠妹的大招 直接由珠妹三鸡拿到了一个Double 这把双人组给杀掉了 这都Brief精彩 推到了后排 但是没有速度跟上 拍了一个W Brief倒下 Abo拿到人头 三鸡这边再Q进的 小虎的一个大招给逼了出来 证明最后是灵活的小虎拉开 自己身上是有闪现 但是ONG这波也不亏 虽然交掉了一条小龙 但是是击杀了三颗人头啊 而且这波还能顺势推一下RNG的中塔 看这个线RNG能不能清掉 清掉了 但下波线已经推进来了 这波魔腾是刚刚没有大招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作用 是 而且感觉ONG的一个拉扯做得很好 就是他每一次泰坦进来以后 就慢慢地往后拉着打 然后先把泰坦处理掉 是 右边那个阵容绝对是要拉扯的 他的双膝的属性 对吧 先拉扯打残以后 让哲力在后续的进场去做一个追击 而且这波小明的选择去勾了一下 对方的盲森可能也是不想让盲森去抢这条小龙 但抢就是小龙打完以后 ONG这个撤队就没有那么及时被珠妹拦住了 三级这个珠妹有手法的 对吧 其实飞机第一时间回家捡招包都还没到 正面其实是一个人数不均等的一个团战 但珠妹这一波的进场配合ARKY的一个伤害 后面哲力也是就位的 一技能完以后他的Q技能是一个穿透的一个普攻 这把没想到三级现在一个珠妹打出4-1的一个战绩 身上是300块钱的赏金 这个人头值这个猪头值600块 本来自己带个急跑也没想杀人的 没想到团战的时候收了几个人头 现在变成大哥了 是 主要这把确实打野能主动抓的只有他上路这条线 打了小明一套 小明反身一勾也让盲森阁墙直接走了 对 哲力有了顿攻以后就是开始有作战能力了 这金克斯的中间两件套的时间 其实我认为他的整体上面来说是不如哲力的 哲力这个W技能我反而是比金克斯的一个W 同样作为破格技能来说是更为强势的 只要他能穿 在你的W是会被前排给挡住的 而且哲力W的消耗其实没有那么有危险 他可以躲在墙体后面去W 嗯 然后最赖的他是一个魔法伤害 是的 再加上这把OMG的双C是出了双萃取的 所以他们经济其实获取的还挺多 嗯 这样的话飞机前面的皮洛奇 其实OMG并没有进入一个经济的劣势哦 他们靠着正面的团战 对吧 两波团战 尤其是打得比较好的一波 第三条的小龙团 而对RNG来说的话 我感觉他们比较理想的团战是就是单点 一个一个击破让金克斯收割起来 因为RNG对于飞机这个英雄的理解 在整个团队上面来说也是一个高点 我相信在训练赛里面 小虎拿飞机的比例绝对不低 所以他们刚刚那个时候 就是不想让你去卡一个好的 飞机炸药包的一个时间 对吧 就最好是 每一波我龙能打的时间 你的飞机都炸药包都差一点 那你就会很难受 因为这是一个有价值的水龙魂啊 要等下条小龙了 RNG稍微长的是 脱下上路兵线想抓人 但是小虎也在特意保护 是 但你看Abo的装备是直接补回来了 现在跟Galas都是两件套 两件套带一个攻速鞋 而且打到后面的话 RNG这个阵容有一个小隐患 就是它的狐狸 毕竟带的是点火 你在处理边线上面 纳尔那条线是可以推的 对吧 但飞机带着找药包的时候 推另外一条线 你要不然就抓他 要不然你就是得让一条线出去 而且OMG这个阵容 又是那种拉扯能力比较强的 所以可能后续在大龙的团战上面 他们可以通过拉扯去骗一下RNG的TP 去打一个兵线的处理 但是历史上呢 用运营在游戏的中后期 去拉扯RNG的队伍也是寥寥可数的 就RNG的强开太果断了 他不放过任何一丝的机会 对 而且他们的整体上面 可能因为小明的一个队伍经验 对吧 职业经历 他的拉扯 他的油 这个是远近驰名 小明确实是一个 特别敢开环的辅助选手 在这个点上呢 在这个项线上面来说 我觉得OMG还是落后的 但如果这把比赛做到的话 就是啪啪地打我的脸啊 如果能力好的利用这个TP差 因为这个TP差 我觉得大概率是拿来捡摘药包的 很有可能 小明还有十秒就要刷了 河线是OMG的 但是河道附近的视野 RNG已经完全排空 OMG决定先处理一下 中央的边线 这个位置OMG不太好挤 这种小龙应该要让掉了 站位置 直接on time rush 对吧 飞机这位置还没有炸药包 还在等 来 他过来挤 看龙是谁的过来了 龙还是被RNG拿下 但是后续小明这个位置 能不能走 OCE交大招小宝想撤退 但是撤退不了 嘎啦直接被秒掉了 后续猪妹大招再定一人 这个时候只剩小虎一个人落花而逃 还有一段大招怎么说 Able持续在追击 追击小宝包过来也在跟进 小虎还有闪现应该是杀不掉 狐狸还是灵活 闪现是握住 但是这样的话 OMG是 大龙怎么办 水龙没了 但我有大龙啊 这部团的又是 同样的剧情就是RNG 知道你的大招包的时间 所以其实飞机这部团 我们严格上来说 他每次参加 对吧 他最后如果有伤害的 那个团战面板 他的最后的伤害 就是全部打在小虎身上 对 但是正面就因为 这个 Aki的盲身 他怎么藏了这手啊 我以为他也要被归类这种 盲身玩得不特别溜的拳头 但这一角吧 最重要的金克斯给踢回去了 大龙是被OMG给掌握住 那这两条水龙 是完全可以给到你 因为现在 我能开始起誓了 来看一下 正面是Q 对吧 然后V在龙坑里面 主要Breef这里 先被处理掉以后 然后摸眼 闪现一踢 还穿到了小明 小明这里 跟嘎拉是瞬间就被处理掉 然后猪妹的大招也很精准 这部团OMG的站位站得好好呀 就是除了打野以外的四个人 在正面去给压力 打野在岸上抢龙 这样RNG是比较头疼的 可以看到小明出去拦人了以后 但是没有办法管住 想下来抢过的Aki 是 主要这个Folader 卓德的组合 现在虽然不是出现在服野 但上斧的控制能力 开始显现出来了 摩托这个大招 只是保护性的大招 自己应该是不太可能冲进去的 上路的狐狸是在做一个单带 身上是没有TB带过来的 是瞄准了上路 OMG残浅的一个上路的外塔 的拖时间 但这一波OMG中路交掉了 朱美的大招 也不能打强先手了 那这个大龙Buff 目前看起来的收益并不高 还是要整理一下上路线 毕竟三斤现在是有TP 整理完以后 等一下 朱美大招 朱美大招冷却时间很快 毕竟还有一分四十秒的一个大龙Buff的一个持续时间 对 其实一般有朱美的阵容到中期的时候 就尝试让朱美大招开一下团 看看也没有什么危险 然后左背现在打不动这个朱美 嘎拉现在这把第三件要赶紧把多米尼克给掏出来 这三件套大冰心大冰犬 他这个末日寒冬也有了 因为有些猪妹前辆 就冰心跟冰犬基本上是必看到的 但是末日寒冬是看情况出的 要推下塔 RNG集结五个人想要防守一波 这个线倒是清的差不多了 但山姬在中路再带冰线杖的话 RNG可能会有两路的冰线压力 是的 就是我中下只要拿到一座 那这个大龙的收益就回到了将近两千点了 下路拿到的话是破两千的 末日寒冬也不着急 利用飞机跟泽力的侧翼扑克 是 因为正常来说 这个易男爵 ONG不可能在20到25分钟的这段时间拿到 那他拿不到的话 就提早的让ONG这个阵容 争取到了泽力跟飞机的一个发育 这边有减速的抗性 所以挺进破坏者的一个减速效果 并不能留住山姬 现在是中野过来防守 那下路这里还是要给到欧远军推掉一个800 而且一般这种时间点 打4-1分推的时候 对方有NOC是可以考虑去抓一下那个1的点的 但是因为就像刚才德哥也提到了 山姬这把 装备太好太肉了 就现在RN姐如果想去边路抓山姬的话 几乎不太可能 这猪妹可以拖很久 对吧 他又有一个急跑 这边想要再拿一座强大内塔 利用布隆子 在前面防御塔已经掉了 小明这边是迈开了一块表 摩托进场 给出一个挺进 但是后面的伤害能登上吗 大家这边在点Able 跟Able先往后调整一个位置 在PayV这边 排了很多人 但是自己后面的输出 也是被阿Key给搅碎以后 再补了一脚 小明这太坦倒下以后 必须小虎交闪来躲过山姬 下一个W今年的减速 哇 山姬太能扛了呀 他就像一块尖石的护盾 挡在了OMG的前面 是的 等于是RNG的中路内塔掉了 但是山姬化身为OMG的一个防御塔 正面娜娜的进场 其实已经把这个控制给到了 但是C位没办法 他把输出给到那边 输出差了一点 看一下上桌回放 OMG真的是硬生生的 扛着这个塔在拆 拆完以后 虽然小明开的也不错 大到了三个人 但是伤害真的不太能跟得上 而且这个时间点了 孟严飞进去 如果队友跟不上的话 只会让泽力 打出一波比较完美的收割 这波呼吸开的确实不错 但是Able这个位置 又被阿Key限制住了 没法进场输出 关键应该是Able那个闪现 他没有吃到小明的勾 对 要不然那一波 其实Able一开始是开了一个超线爆闪以后 跟嘎拉有点对射 但他发现好像射不过 金克斯他用一个一技能拉距离 然后被纳尔 原本其实OMG的指挥 应该是想要把这个纳尔直接OIN掉 但纳尔还是撑住了 Brief把这一场给拍出来了 哇那这波打完 我感觉RNG这波难决 因为最终是打起来了 原本我们可能认为OMG是拿一个下路外坛 然后拿了下路的内坛 这样子 但他们其实节奏上面还是把控的比较紧的 你看到他们对中路内坛的攻防 其实是带着风险性的跟RNG交战 但团战也胜利以后 双C现在Able已经是三件套 Krim的守护天使也到手了 就他们真的很稳 Able也补了一块秒表 然后Krim的一个复活甲确实也有了 就保命技能很强 飞机现在是已经可以准备 对吧 带着炸药包起飞 3G这里的装备已经往第四件大装去走了 下一件应该是要选择石像鬼石板甲 现在RNG确实暴露出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没法去处理一扇机 前排只要挡在前面 RNG没法攻破的话 GALA没法收割起来 他们这个阵容就很难去完成后续的环战 主要是对面这个阵容 当弗雷尔卓的双雄已经肥起来的时候 小明就比较难找到那个机会了 就磨腾进去 大概率RNG的C位的输出会被这个飞机 会被猪妹或者是被布隆给拖住 就像刚刚那种画面来说 那都已经是小五可能已经把自己的盾跟R技能给交掉 内部RNG的机会找到的是可以的 但可能缺一个狐狸的侧翼 小五这边在憋帽子 想办法把自己的伤害给拉满 这把小虎也心里面很明白 对面这个阵容 我第二天不能去出什么世界专注 这种装备是没有用的 我得把伤害拉满 直接拉法出来然后再逼帽子 但山基也很懂开始补魔炕了 什么都来点特别肉 现在是蓝色棒的RNG 落后的已经有战略点了 ONG第二条男爵也没有过多的犹豫 直接利用男爵来逼你过来 蓝金球已经看到了在打大龙 大龙的血量咔咔掉 感觉有点来不及 但是可以直接摩腾飞进场 给了一个针眼开了一个视野 山基这边过来 阿安就想要先处理猪妹 一技能轻到 后面炸药包 这边是直接找嘎拉嘎拉 被秒掉了 但猪妹这里也扛不住 以后阿基踢上去 利用布罗贝通想要留小明吧 左边的一个冰川练习是空掉了 小明勾了一下阿基 但这边阿基还在黏狐狸 小虎交出自己的淋波突袭 这边也是想恐惧这边 BREVE过来单推了一个小虎 小虎这个位置可能是 不好用防盗门躲过 但是CREEN在右侧 又是在我们视野之外 把小明给处理掉 这边阿基再上去利用天雷波 在想办法减速对面的一个BREVE 就牢牢的黏住就行了 在这边等CREEN跟ABOL的一个出错 这个暴击爆了一下 后续阿基还要继续追击 一撕血 配合队友把小虎收掉了 还有翻墙 还想追ABOL翻墙过来交大招 一个都走不掉了 都走不掉 虽然打出了盾弓 但是守护天使站起来的 小微也是瞬间被处理掉 OENG一波大龙的一个B团 主要还是CREEN这么找到了一个 完美的切入时机 把最核心的输出 GALA直接给偷了 对 珊奇一个人在前面 扛了四个人的独打 然后队友把GALA偷掉了 对阿基来说 GALA确实是他们现在 最重要的一个输出点 GALA一倒他们正面是 没有什么输出能力的 对 虽然阿基一直在想办法拉扯 想办法存活一些人 阻止对面有机会直接拿大龙 但在ABO的那个强穿激光出来的一瞬间 我们已经可以判定 OENG这波的团灭是打得出来的 三级这波还是一个人扛四个人 所有技能吃满了 小马油带隔队这个草放了可真眼 自己人人动蹲了很久 终于找到一波机会 正面的流人确实是 OENG技能给的比较多了 阿基这时候也没大招了 嗯 ABO你看 BRIVE贴脸的时候 一技能利用强体调整位置 回头 然后阿基在前面迈 对吧 想办法利用一技能减速 然后这个减速到的时候 就走不掉了 飞机的 瓦尔基里俯冲也是好了 而且在后续这种追击战里面 布隆跟泽利就相当厉害了 就是朱妹已经死了 要不然追得更轻松 确实 弗雷尔卓德擅长的就是拉扯反打追击 双集地 是 就突出一个控制 BRIVE现在是一个单带 但是第二条的男爵 还有两分钟的一个男爵之力 飞机现在是补了一个大隐魔刀 没有去上伤害型的一个装备 哲利现在的装备伤害也很爆炸 他一个W穿脆皮也是 法术暴击可能都是过500以上的 应该要推两路了 呼吸哥也没有选择回家守 想要置换一下对方的上路高铁 是 这毕竟是带战略点的嘛 带两座防御塔 然后我们今天拿完两路以后 相当的稳再回去拿一条龙魂 看这条龙魂 RNG要不要去稍微争夺一下 上路想扛着硬拆吗 但是自己准备变大了 3G先打了一套一碎兵以后 还在留BRIVE想拿命 也不说拿命 就是尽可能地把它拆掉以后 再叫大招走 没什么危险 是 已经是个肉脱脱 但是 高地防御塔 我没记错的话 想要抢小龙龙是谁的 OMG拿下 但小微这个位置就躲不掉了 后续德力爆了一下 哇 这伤害 过来想要追 再一个大导弹 这边 硬是把对方人头又拿下了 这样 RNG倒掉三个人 有没有机会 一波嘎啦 这个位置也很难走 3G从后方 直踢过来 3G来了 好肉啊 就一个强穿激光加一个大导弹 中野就直接 我那么大的中野呢 就没了 这边飞机可以直接起点了 BRIVE一个人 根本没办法守住对面啊 五个人全在 纳尔就算是天神下凡 也没有办法扭转 OMG带走 RNG第一小区的一个局面了 大招推回泉水 声光是制裁掉了Cream 但是OMG那边是先杀掉了BRIVE 回头把GD给点掉 让我们恭喜 Oh my god 先持得点1比0暂时领先 恭喜OMG 感觉这把OMG确实 整把我觉得打的节奏 是相当流畅的 从第一条小龙 发现对方正在打 然后偷小龙 又拿人头以后 然后再到第二条小龙 又拿下 然后慢慢的节奏 是逐步在推进的 主要 还是我感觉在 浪掉两条小龙 然后取先锋的这个局面 上面来说 其实RNG是前期的 经济领先方 我们